好了 第四个问题 债权投资快据处理 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先修办里面 金融资产这一讲最难的一个问题了 什么叫债权投资啊 就说我买的是债券 是不是 债权嘛 那是一种债权 那就是债券咯 首先我们先把债权投资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先说一说 说明第一个 实际利率法 那么计算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贪于成本 以及将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 分摊记录各快据期间的方法 那后续啊 我要把贪名成本 还有我的利息啊 我要摊到每一期间里面去 那么摊到每一期间 所要采用的方法 不是合同利率 不是用合同利率法 而是用实际利率法 比如说贪销时 所使用的利率是实际利率 不是合同利率 那么什么叫实际利率 什么叫合同利率啊 假设我购买一个债券 三年 买的时候是一百万 假设是一家发行 面值九十万 那就说 面值九十万债券 我花了一百万买了 为什么多花钱了 因为 你这个债券的利率 要比市场利率 就是买别的债券利率要高 所以人家是不是都来买你这个债券啊 那就不就价格就贵了吗 假设合同规定利率是百分之六 但是呢 市场利率 或者叫市场平均利率 或者说买别的债券的利率 是百分之四的 所以你看 你假设你收入里有一百万 一个百分之四的收入率 一个百分之六的收入率 风险都是一样的 假设都是低风险的 那请问你买哪一个 我想正常人都会买这个 对不对 你看买的越多 他钱不就越贵吗 所以才会出现面值九十万的 我卖一百万 为什么 因为我的利息比他们高啊 这没问题吧 好了 然后再看一下 那么这个 是合同里面约定好的利率 这叫合同利率 而这个百分之四 就是实际利率 明白了吧 那么后续呢 我们在谈销史 用的是百分之四 而不是百分之六 好继续 实际利率 将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 在预计存续期的估计未来行进流量 折现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 这边不可理减值 或者该金融负债的贪于成本 所使用利率 那么这什么意思啊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 这些利率就是 你市场上买别的债券的 平均利率吗 那么这个利率怎么来的 就是这个利率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还是以这为例 我换一个好算论的例子啊 面值是 100万 面值100万 然后呢 我实际花多少钱呢 110万 面值100万的债券 我花了110万买的 合同利率 百分之六 一共能用 一共是三点七 那你想一下啊 我怎么算实际利率呢 那就这样算 就是把未来行进流量 往前折线 然后它正好等于这个110 就是我实际花了钱 然后算出来的利率 就是实际利率 那怎么算呢 按面值来算 我每年收多少利息啊 我收利息的时候 肯定按照面值和票面利率算的 对不对 所以100万乘以百分之六 一年利息 那一年六万块钱 这一年收了六万 这一年收了六万 到最后一年 我收回六万来 还收回本金一百万来 是不是 你看这里就是 我购买这个债券之后 它的未来现金的净流量 对吧 然后把它们往前折线 我们知道折线 得有个利率啊 六万往下折线 假设利率是A 那怎么算 不就是六除以一加A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中止限制的问题吗 这个六 是一年之后的 这个价值是六万 那我要算一下 现在价值多少 不就是知道了中止求限制吗 如果知道限制求中止 假设这个地方 是一万块钱 怎么算一年之后的 本金啊 那么就是一万乘以一加A嘛 是不是 一乘以A就是利息 加上本金一 不就是一年之后 我的本金 那反过来 我知道中止求限制 不就是六除以一加A吗 这是这个六往下折线了 然后这个六往前折线 那怎么办 这是两年 对不对 那么这段是一个单利复利的问题 那如果是单利的话 那利息 就是一百乘以A 再乘以二 再加一个本金就可以了 但是复利啊 我明白情况 以复利来算 复利的话应该是 六除以一加A的平方 这些初中数学问题啊 我就不再详细解释了 因为这些公式 对我们中纪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用途 你们记住一点 我们这个A怎么来的 就是把未来星期流量 往前折线 折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所有使用的利率 就要实际利率 那同样道理 这个六加一百 一百零六怎么来的 一百零六除以一加A的三次方 然后把这三次数字加起来 这是未来星期流量的限值 对吧 往前折线了 折到这个时间点 然后它正好等于一百一 而算出来这个A 就是实际利率 那么在中纪考试里面呢 不会让我们这样算 实际利率是多少 它其实算 我想如果你学了财务管理了 也会算啊 因为财务管理里面专门就讲 第二章专门讲了 这个A 利率怎么算 中纪实物里面 不会让我们算这个A啊 一般都会告诉我们 表面利率多少 实际利率多少 那你就直接算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利率 实际利率怎么来的 这个A肯定和这百分之六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要大于百分之六还是小于百分之六 肯定是要小于百分之六 因为你如果大于百分之六 说明买你这个债券 要亏的赚的少 赚的少的话 你这个价格就不可能大于一百万 肯定小于一百万 这个就是实际利率 第三个台平成本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台平成本 应当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来确定 比如说台平成本怎么来的 第一个 减去以偿还的本金 那么用什么来减 就是初始确认金额 比如说我买了一百万 把这件我一百万 那有一百万就初始确认金额 然后后续人家偿还了本金了 那减去 第二 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 将该初始确认金额 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 形成的累计摊销额 这句话非常难理解 对不对 等会我们举例子来看 第三就是 有减值的再把减值减掉 当然了 这个减值准备 仅是用金融资产 因为金融负债没有减值 金融资产才有减值 但中纪里面 基本上不会是一道减值的事 所以我们在摊金成本 就是用初始确认金额 减去常用的本金 在减去货加上 这个累计摊销额就可以了 那么什么叫累计摊销额 等会我们做分路的时候 再详细讲 那么在这呢 我用另外一种方式 把这个产品成本给大家讲一讲 到底什么产品成本 假设我在银行里面存了100万 银行给我的利率是5%的 我是超级VRP 或者VRP中P 所以利率比较高 银行存5年 2 3 4 5 存5年 那我想问一下 我第一年的利息怎么算 是不是就是100万乘以5% 5万 那么第二年利息呢 还是100万乘以5%吗 不 注意这时候是不是5万了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一年 本金是100万 利率是5% 所以第一年利息就是5万 而到了第一年年末了 你的本利盒变成了105万了 相当于你把105万存在银行里面 利率5% 请问我第二年的利息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是105万乘以5% 是这样算的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第一年年末 或者叫第二年年初 它的本利盒 或者说用于计算下一年利息的本金 给算出来 是不是这边就是100加5 这个数字 105 然后到第二年年末 或者第三年年初 这个时候 我用来计算下一年的利息的本金 又发生变化了 是不是应该是 第一年本金 加上第一年利息 加第二年利息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它的本利盒 那同样道理 在这个时间点本利盒多少 那就是100万 加第一年利息 加第二年利息 再加第三年利息 那你会发现 每年年初 我用来计算 利息的本金也不一样 不一样 每年利息也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的是 负利的方法来计算 不是单利 如果单利的话 每年利息都是5万块钱 负利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管是学会计也好 不管是学中金实物也好 还是学财管也好 我们用的都是负利的方法 而这个用于计算 利息的本金 100 105 以及后面 每一期算出来的这个本金 就是贪余成本 就是贪余成本 那么假设 在这个时间点 我取出了40万 在这个时间点 我取出了40万 那么请问 在这个时间点 第一年年末 我还剩多少钱 在银行里面 或者说 产生第二年利息的本金 还有多少 那应该是100万 加上 第一年产生的利息 再减去取出的本金 是不是可以了 这是不是减去 减去 以偿还的本金了 因为你本金如果取出来了 后续能不能产生利息啊 不能产生利息了 所以这块一定要理解了 就到底什么的台语成本 其实就是 用来计算利息的本金 到底是多少 那么你是不是要加上 本期 产生的利息 再减去本期期末 偿还的本金 然后才是本期期末 或者下期期出 或者台语成本 对吧 当然这边在这 取出的40万 可能不太合适 对吧 可能会想到 我在这取出40万 那后面这块利息 不就发生变化了吗 那这样的话 40万改到这 在第一期期末 取出40万 这样可以了吧 好了 这是台语成本 然后看第二个问题 债权投资的快据处理 那么先看 他的科目设置 这边投资 成本 利息调整 还有应计利息 有三个名义科目 那么成本 其实和 其他圈圆供应投资 是一样的 就是我设计 支付的价款 或者供应价值 再加上 缴余费用 就是 成本 而利息调整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实际支付的金额 与面值的差额 或者与到期收回金额的差额 刚才我们说过了 可能会溢价 也可能会折价 对不对 别说原来面值100万 我花了110万买 那么面值100万 我到期之后 收多少钱来 只能收回100万 你花110万买 到期之后 也只是收回面值 本金100万 那如果折价呢 我花90万买 面值100万的债券 到期之后 我收回多少钱来 收回这本金 是100万 是不是 所以 利息调整 其实就是 我溢价 或折价发行时 我的买价 和面值的差额 那你会发现 为什么 会产生 面值 和买价的差额 我们解释过了 是因为 合同利率 和实际利率 不一样 是因为利率 不一样导致的 对吧 利率不一样 导致 我按照 合同利率算的利息 和实际利率算的利息 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叫后续 要把这块差额 在后面进行摊销 假设 面值100万 我买了110万 债券 持有期 三年 那么这个差额 10万怎么来的 因为实际利率 和 合同利率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10万 分摊到 这三年里面去 那你说分摊 是不是平均分摊 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负利 是不是 我们有负利 我们有负利的话 你说 每年利息 也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每年算利息的本金 或太平成本 是不一样的 所以啊 我们再把10万 往每年分摊使 每年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具体怎么计算 等会再说 所以这个明期科目叫什么 叫利息调整 这个差额 是因为合同利息 和实际利息不一致产生的 所以我们调的是 后期每一期的利息 所以才叫利息调整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应激利息 应激利息是什么东西啊 应激利息指的就是啊 利息 就应收的利息 那为什么这边 不用应收利息了 前面我们讲交易性 金融资产的时候 是不是我说债券的利息 我们就应收利息啊 为什么这边 它不用应收利息了 其实不是不用啊 主要是干什么 主要是看 你这个债券 是分期付息的 还是到期 一次还没付息的 如果是分期付息的 我们应收未收利息 我用应收利息 那如果是到期 一次还没付息 这个利息 你就不能再用应收利息了 为什么 因为应收利息是属于流动资产 但你想想我们知道 流动资产一般是在一年之内 就能变现出售和耗用的 时间比较短 很少会长一年 但是如果是债券 是到期才付利息的 那你说这个利息 要过好几年之后 才能给我 所以就不符合流动资产的概念了 所以啊 就不能进入到应收利息 要进入到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 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 如果是分期付息债券 我利息依然进入到应收利息 如果是到期 一次还没利息 那我就进入到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 好了 开番路 第一个 初始计量 也就是说 在买的时候怎么做啊 借债权投资面值 成本 注意这个成本 则的是面值 你才说 老师不是用公允价值计量吗 说你别着急啊 成本名习科目是面值 你别忘了 他还有一个名习科目 要力调整的 是不是 这边还有一个力调整 两个名习科目合起来 就是他的公允价值 也就是说 我们初始计量 就是用公允价值计量 只不过 对于他来说 我们是把公允价值 分两部分了 一部分是成本 就是他的面值 核酸面值 一部分就是 面值和我实际支付款项的差额 进入到利息调整 看到了吧 那么如果里面包含了 已到复习期 单身不利息利息 我一眼进入到应收利息 然后代房 营养通管 是我实际支付的款项 这里面也是包含了交易费用的 然后注意 这个数字 是倒计出来的 因为这个数字 面值 基本会告诉我们 这个营兽利息 听没有会告诉我们 我实际花了钱 以及交易费用 也会告诉我们 对吧 所以利息调整 注意 是倒计出来的 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 这个利息调整 为什么产生 是因为后续 合同利率 和实际利率 不一样导致的 对不对 也就是这块差额 我们要进入到利息调整 但其实还有一块 就是交易费用 我们把交易费用 也是倒计到利息调整了 所以这块内容 也就要注意 利息调整怎么来的 是把前面三个数字 定好了之后 直接倒计出来的 这第一个 这个分路还比较简单 然后第二 期末集体利息时 这个分路比较麻烦了 我们前面啊 在讲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时候 期末集体利息分路总统的 借应收利息 带的是投资收益 是不是 那么这个利息怎么来的 就是啊 合同利率乘以本金 算出利息来就可以了 那应收利息和投资收益 竟然都是一样的 但是 刚才我们不是说过了 这些方法会存在 溢价或折价 是不是 然后呢 你投资给他的债券 投资给他的债券 他给你的利息 是按照合同利率和面值 来算的 所以应收利息 注意 它是用面值乘以票面利率来算的 就你能收多少利息 他一定还要照合同约定给你的利息 这样应收利息 那么另外 如果是分期复习 我们也应收利息 如果是到期一次换目复习 我们用的是债权投资 营寄利息 这个别搞错了 然后下面 代投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就要注意了 它可不是面值乘以合同利率 或者片面利率 而是用贪予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我们还是以刚才的例子为例 面值100万 这是面值 然后实际化了110 合同值率6% 实际利率4% 这时候这个分数怎么填 假设是分期复期的 那么这样的话 接营收利息 一定是按合同来走的 因为你收盈多少利息 是人家在合同里面都已经定好的了 对不对 所以你营收利息 是这个100万乘以6% 6万 然后投资收益呢 是贪予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贪予成本是初始确认金额 就是110万 就实际化了钱了 110万乘以4% 那就是4.4万 这时候有差额怎么办 差额你就往利息调整去倒击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利息调整应该是在借房贷房 应该是在贷房的 因为贷房6万 贷房4.4万 所以呢你应该在贷房写一个 利息调整 民企科目 利息调整 是6-4.4 1.6 看完了吧 是这个 而这个1.6 利息调整 其实就是对前面 利息调整的一个贪销额 什么意思呢 好了 那就这个例子呢 我们再把这些数据 再写一写 面值是多少 面值是100万 那这么100万 应时利息有没有 没有 银行错号花多少钱 110万 所以整个借权图的利息调整 它是在借房多少 10万 也就是说整个呢 因为你实际利率和合同利息不一致 所以导致的产生这样一个差额10万 而这个10万 我就要往后面 我持有期间去分摊 那么第一年分摊多少 分摊的是1.6万 就是这个合同的利息和实际利息的差额 就是对前面利息调整的分摊额 另外你会发现 这个利息调整 是在借房的 对不对 我这本学生写分摊模式写在贷房 但实际上这个题目来说 它要在借房的 对不对 在借房10万 而在这个题目来说 它要在贷房有一个1.6万 对吧 也就是说今年 我摊销了1.6万 那就说 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多余的 我刚开始出现了 那就是我要在整个吃游戏内 把它一点一点一点的 给它摊销完 假设持有三年 我就要在三年内把它摊完 最后不要让它变成零 假设是五年 我就要在五年之内把它摊完 不管怎么样 反正让它最后要变成零就可以了 对吧 那怎么摊 你不要去享用10万平均摊 平均摊 这么一共能五年 一年摊两万 不是这样的 因为原理是什么 刚才说过了 因为实际利率 分为利率不一致 早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实际的利息 就这个 和表面利息的差额 去摊就可以了 是吧 差个1.6 所以第一年 我是摊销掉了1.6万 就行了 而这个投资收益怎么来的 是摊余成本 称实际利率 当然这边呢 也可能是账面余额 称实际利率啊 就是 如果有减值的话 那可能是账面成本 称实际利率 那没有减值 那就是账面余额 称实际利率 我们在终究里面呢 基本上啊 基本里面不会涉及到 减值的问题 所以呢 你这边写账面成本也可以 写这个账面余额 也可以 而对于债权投资而言 账面成本 就是账面价值 这句话什么意思 等会我们到 立体里面再看啊 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 留两个选顶了 第一就是 前面我们在讲 账面成本时 是不是有一个 加上或减去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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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贪销额 还记得吧 那么第二就是这个 为什么账面成本 就是账面价值 这有两个选顶了 等会我们到 题目里面 摆着看啊 然后收到利息了 既然一样的 通往贷应收利息 这个和交易性 结果的产那个 收到利息的分路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利息 和上面哪个 减值是一样的 这个减值是一样的 你收的不是 一个营收利息吗 是不是 所以这是 面值 乘贫面利率 或者叫合同利率 这个减值和这个减值 是一样的 然后到期了 到期之后 我是不会收到本息啊 收到之后 企业银行通款 带的是债权投资 成本 这是面值 我们知道你不管债券 你是溢价 还是折价买的 反正最后 你收回来的就是啊 面值 还有最后一期的利息 对吧 最后一期的利息 我们也收回来了 那同学可能会想 哎 那那个利息调整哪去了 利息调整 调没了嘛 刚不说过吗 出入计量时 我们确定利息调整 在后续没期 进行摊销 摊没了 所以最后 到期收回时 只有一个成本 就是面值了 没有利息调整 明白了吧 当然呢 如果这个利息 这个债券 是到期一次换回复息的 那么这边还可能会有一个 应激利息 就把应收利息 换成应激利息 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处置 处置和到期收回本息 有什么区别啊 到期收回本息 是指真的到期了 而处置就是 在中途 我不想持有了 把它卖掉了 哎 这个时候 那我就要把 公允和专门差额 进入到投资收益 建阳通缓 是公允 但债权投资 成本 利息调整 有云基利息的 再把云基利息加上 那么这地方 为什么产生利息调整了 因为我在中间时间 还没到期 没到期的话 上面利息调整 还没有摊销完 还没有摊完 把它卖了 那肯定把剩余的利息调整 一块结缓掉就行了 差额进入到投资 收益 这是处置 你会发现 分路比较简单 对不对 但是难就难在 计算过程比较复杂 好了 我们下面看一题目 这个题目 我们一定要好好听 好好理解 2016年1月1日 甲公司是制造业企业 支付价款2030万元 从上海支援交易所 购入乙公司 同日发现的四年期 工作日券 期限是四年 债券票面价值总额 2000万元 票面年利率 4.2% 与每年年末支付 本年度这面利息 这是分期付息的 对吧 年末支付 每年利息 分期付息 所谓利息 我也记不住到 应收利息 本期在2020年1月1日 债券到期时 一次偿还 甲公司取得该债券时 计算圈的实际利率 是3.79% 这个题目里面 直接告诉我们 实际利率了 所以你就不用算了 不用算了 当然中纪里面 也不会让你算这个 甲公司根据 其管理该债券的 优务模式 和该债券的 合同线利用特征 将其划算为 以贪于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 是不是就是债券投资 就是债券投资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 编制上述业务的 相关的会计分录 那么这些分录 包括哪些 先分解分解 首先一个 初始计量 我买的时候 分录怎么写 是不是 那么找它的面值 和我实际支付的款项 我实际花多少钱 2030 面值呢 面值2000万 所以差额 三始计量 倒几入利息调整 就可以了 这是因为 它的合同利率 和实际利率不一致 导致 我溢价购买了 而这个差了30万 我是需要在后期 4年之内 就整个持有期间内 进行分摊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 每期的期末 我要干什么事 要确认营收利息 并且是收到利息 因为他说了 每年年末 支付本年的利息嘛 所以在期末的时候 我要做一个 借营收利息 在投资收益这样分路 又差个倒几入利息调整 还有收到利息了 借营收利息 然后第三就是 到期了 当然每年年末 一共四年 四年 第一年年末 第二年 第三年年末 都这样做 到第三年年末了 就是到期 要收回本金了 那就是借营收益 带借源投资 成本 还有营收利息 是不是可以了 这是整个的过程 那问题在于 我在每期期末 计算 营收利息 比较简单 就是面值两千万 乘以 合同利率 百分之四减二 或者交平面利率 一样的啊 这个很简单 每年都这样做就可以了 都是一年利息嘛 所以每年利息 营收利息 我都是两千万 成百分之四减二 就行了 关键就是 实际利息 怎么算 我们是用贪运成本 或者账面余额 来乘以实际利率 那么实际利率 已经知道了379 所以关键就是 我要算出来 每年年初 它的贪运成本多少 或者叫账面余额多少 第一年的 出入全身金额 是不是2030啊 这个就是第一年 年初的贪运成本 那第一年年末 或者第二年年初 贪运成本怎么算 你想 我们前面讲的 用第一年年初的 出入求人金额 减去偿还的本金 还在 如果有利息的话 再加上相关的利息 是不是 那么这题目里面 有没有什么利息啊 有 第一年偿受利息了 这个利息两个 一个是票面算出来利息 就是按面质算出来利息 还有是按照 实际利率算出来利息 对吧 那么然后 偿还本金有没有啊 也有 偿还本金 其实就是偿还的利息了 因为年末收到了 本年利息了嘛 所以这相当于收回了 把这部分减掉 剩余的 就是第一年年末的 本金 好了 我们看 贪运成本的计算 先看 2016年年初 在年初时 我的初始确认金额 是2030 这个是A 那么我的实际利息 是用 七初贪运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那就是A 乘以379% 76.94 这是七初的 贪运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对吧 那么我的合同利息呢 或者偏便利息呢 偏便利息就是 按照合同约定 给的利息 是不是就是 2000乘以4.2% 这个是84 这个是一个现金流入 相当于偿还了本金了 因为我每年年末 人家都给我这么多利息 相当于 给我了 偿还了一部分本金了 对不对 虽然还的是利息 我们知道利息 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到本金 用来算利息嘛 所以偿还利息 和偿还本金是一样的 所以 期末贪运成本怎么算 七初的2030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本期产生的利息 用的是 七初贪运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这个相当于 我前面讲的 本期产生的利息 那本期产生的利息 失败 进入到本金 继续算息的利息啊 所以这个 76元94 要加上 而这个利息呢 刚刚说过了 这个相当于偿还的本金嘛 人家把这利息给我了嘛 那么既然相当于 偿还的本金 那么是不是这回要减掉啊 所以 期末贪运成本 D等于 七初的2030 加上 我计算出的利息 再减去 偿还的本金 或偿还的利息84 就是 期末贪运成本 那么如果 期末期末 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时候 第一年年末的 贪运成本 就是 第二年年初的 贪运成本 好了 算出来了 那么第二年年末 贪运成本怎么算 这个2022.94 是第一年年末 或者叫 第二年年初 贪运成本 那下一步我们要算 第二年年末的 贪运成本了 是不是 那这样 方法上面一样 先用 七初的贪运成本 注意事 七初的年初贪运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3.79% 等于76.67 再减去 偿还的本金 每年偿还的利息 不都是84吗 减去84 就是 2015.61 这是 第二年年末的 贪运成本 那第二年年末的 就是第三年 年初的 用第三年初的贪运成本 再去乘以 实际利率 762.39 再减去 偿还的本金和利息 就是 第三年年末的贪运成本 那么第三年末贪运成本 就是 第四年 年初贪运成本 那你说 到第四年年末之后 贪运成本 还有没有了 没有了 你想想 第三年末到期了 人家把钱都给你了 本金都给你了 所以没有 贪运成本了 是不是 所以 第四年年末的贪运成本 一定是零 那我们可以 还用这种方法 把期末贪运成本 算一遍 就是二零八二零零八 乘以百分之 三十七九 就这个数字 对吧 就这个数字 然后再减去 偿还的本金 这个时候注意 到年末了 一方面人家给我利息了 他就给我什么了 还把本金还给我了 本金是两千 是吧 利息八十四 都给我了 所以偿还的本金 是二零八四 那么就把期末贪运成本 算出来了 我们刚才说过了 期末贪运成本 一定是零 所以这个数据 如果不等于零 什么什么意思啊 说明 你前面在算这些数据的时候 可能四十五入 导致最后有误差 所以注意最后 我们这个实际的一周路 怎么来的 你不能再像上面这样 正着去算了 因为最后 期末贪运成本是已知的 一定是零 所以我们要倒推出来 怎么倒推啊 假设这数字谁 A应该是2008 加上这个实际利息 减去金钱流入 最后等于零 这不就是上面 我们这个公式吗 算期末贪运成本的公式吗 D零 等于A 2008 加上B 就是我们的实际利息 就这边说的A 小A 减去金钱流入 2084 你最后连利息 连本金一块给你了 本金两千 利息是84 一共的金钱流入是2084 最后余额是零 所以注意啊 最后一步 我们这个实际利息收入 怎么算的 就这样算的 那么这是 每一期 贪于成本 和实际利息 它的计算 那么后面 我们再看分路怎么写啊 该业务相关于分路之下 16年1月1日勾入时 借债权投资成本 两千 注意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面值 带银行通款 是我实际支付的款项 就我实际花了钱 然后 借房两千 贷房两千 2030 有差额吧 差额倒挤入利息调整 那么这个差额肯定是在借房的 因为借房少30嘛 所以写在借房 那你会发现 整个这边投资 面值是 两千 还有一个利息调整 30 两个合起来 不就是我实际支付的款项吗 这不就是 公允价值吗 是不是 好 第二 2016年末 既提并收到利息 借应收利息 代投资收益 这是我们前面讲交易性经济产市的 它是基本分路 对不对 然后确定 再确定 到底怎么来的 应收利息肯定是人家按照 就被投资方 他按照合同约定来给利息的 所以 这个应收利息 一定是 面值 乘以票面利率 两千乘以4.2% 而投资收益呢 是我们实际的利息收入 我们得用实际利率法进行算 进行计算 所以应该是 七初 财源成本 就在年末 再算本年利息的时候 我要用七初的财源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七初财源成本 就是我刚开始 实际花了钱 那不就是这个吗 这边投资 成本和利益调整之和 2030 然后乘以实际利率 379 两者又差个了 你再往债权投资利息调整里面 去调 去挤就可以了 是706 说明什么 说明 因为实际利率 和票面利率不一致 导致 我溢价购买 多花了30万 而这个30万 是因为利率的不一样 或者利息的不一样 所以我要把30万 要分摊到我持有的这四年内 因为持有期供四年吧 所以要分摊四年内 那么是不是平均分摊 不是 怎么分 我就得 用这个来分 算这个 你看这个是在借房的 分摊时 他跑到待房去了 不就减少了吗 那么如果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在待房的 那么你 亲不谈小时 他一定是在借房的 看懂了吧 好了 你看这个 这个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开始 讲台课成本说的 那个 实际的 出示确认金额 和到期的 收回的本金的 差额的摊销额 看到了没有 我现在实际花多少钱 2030 到期收回多少钱 两千 中间差额 30 这个30 摊销到每一年 第一年摊多少 现实零六 而这现实零六 就我刚才所说的 出示确认金额 和到期收回本金的 差额的摊销额 对吧 那么下面 再算 2016年 摊平成本的时候 怎么算 是不是要加上 或者减去 这个摊销额 是不是 那到底是加还是减 你就看 余额方向 其实我们不用 不也是加减 当会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让大家去做 你现在就想 这是我的实际利息 这是我收回的 你看最后不是输钱了吗 这是相当于收回的本金 那根据我前面所讲的 台湾成本的 那个简单的理解 是不是就是加上我的利息 减去我收回的钱 就是下一年 用来接收利息本金啊 所以啊 期初台湾成本 2030 本期利息 是这个 76.94 然后收回多少钱来 收回的本金多少钱 84 是不是就是2030 加上实际的利息 减去我收回的本金84 这个 是不是就是 2016年 年末的台湾成本 或者叫2017年 年初台湾成本 是不是 而这个加上76.94 减去84 不就是2030 加上76.94 减去84 而这个数字 不就是限定6吧 84减去76.94 那就是 负的限定6 那就变成了 2030 减去7.06 好了 我们前面留的 第一个疑问 就出来了 什么台湾成本 一方面 减去 以偿还的本金 说的就是他 84 那就是我们 已收到的本金 对 被投资方来说 是以偿还的本金 对我们投资方来说 是不是以收回的本金 要减掉 另外 加上或减去 初始确认金额 与到期收回金额 之间差额的 贪销额 对吧 那么这个 实际初始确认金额 与到期收回金额 之间差额30 本期贪销额 是7.206 然后加上或减去 在这个地方 是加或减 是减 2030 减去7.206 这数字怎么来的 其实你不用背它 为什么减7.206 你背它干嘛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加上世界利息 减去收回利息就可以了 是不是 其实就是 加或减这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 就是对这个 30的贪销额 没问题吧 所以 欺贪台湾成本 就这个 或者是2017年 年初贪销额成本 就是它 好 再看17年 17年年末 集体并收到利息 那么这时候呢 进行收利息 84 还是一样的 还是用面值 乘以平平利率 而这个76.67 就是用刚才算出来的 这个 2030 减去7.206 这是 16年年末的贪销额成本 也是17年年初贪销额成本 用这个数字 再乘以啊 实际利率 就是它 然后再倒计出 利息小者 而这个7.33 也是 对这个30的贪销额 你看第一年贪了7.06 第二年贪了7.33 每年贪销额也比较 不一样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你说 2017年年末的 贪销额成本多少 应该是 2017年年初的 年初多少 2030减7.06 2030 减7.06 这是七初的 就是2017年年初贪销额成本 然后加上这个 76.67 再减去这个 减去 84 是不是 那么七就是什么 就再减去这个就可以了 就2030 减去 7.06 再减去 7.33 就是 2017年年末的 贪销额成本 你会发现一个规律 2030 减7.06 减7.33 最终 四年贪销额 整个是30 是不是 我们说了 整个差个是30 我要在四年之内 贪销完 那么这样的话 四年内 我总的贪销额是30 那么用2030 减30是什么 不就是 2000吗 是不是 就是2030 减去30之后 就是2000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溢价发行时 实际化了2030 面值2000 我们是要把2030 慢慢的往面值2000去调 是不是 所以该价该价 应该知道了吧 那如果是一价发行 我实际支付的价款2030 是大于面值的 那肯定就慢慢调减 所以要减去那个碳销额 那如果反过来 折价发行 比如一开始是1900 面值2000 我少花钱了 差个100 这个100 后续四年 也要谈销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 你说 你处置求人金额 1900 面值2000 那么你在加价 或者减于谈销额的时候 可是该加该减 简单了 那就该加了 刚说过了 我们始终是要把 处置求人金额 往面值去靠 那么1900 是处置求人金额 2000的面值 你怎么去靠 你只有不断地加 才能变成2000 是不是 好 第三年 180年末 即期利息 那这个过程 我就不再说了 过程不再说了 这个金额怎么来的 还是2018年 或者叫2017年末 台湾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差额再去调理调整 再谈 到第四年 19年年末 那么最后一年的利息 怎么算 能不能再像刚才那样 用台湾成本 完成实际利率了 不行了 因为前面我们45入了 如果还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出现 误差 所以最后呢 我们用倒挤的方法 把最后一期 实际利息收入 给算出来 0 加2084 减208 等76 就是我前面在这 写的这个 这个 你要看明白了 就是我如果知道这个了 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 算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现在反过来了 我这个知道了 这个知道了 这个知道了 然后倒退这个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一期了 我一定要那种倒退的方法 把这个实际利息 给算出来 这个不要搞错了 本期实际利息收入76 作为分路 建议收利息84 待投资收益76 这边投资 离调整8 建议要算84 待议收利息84 这是最后 这个实际利息 怎么算的 还有利息调整是多少 这个时候你想想 这个利息调整 我其实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做 一个是 根据分路到几 这是我们前面用的方法 对不对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 你想想 可以怎么做 刚才说过了 一共是30 是不是 第一年 摊销了706 第二年 摊销了7.33 第三年 摊销了7.61 最终一定要把 全部30 全摊完 对吧 所以你就看一下 还剩下多少没摊呢 那就能用30 减去这些 还剩8没摊 所以最后 一年 这个利调整 一定是8 只有这样 才能把整个的 前面的30 但是全部摊完 看懂了吧 好了 因为这篇投资呢 难度比较大 那我们做一个题目 不够 我们再来做一个题目啊 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解决 刚才留的第二个权利 为什么摊销成本 就是账面价值 2013年1月1日 假公司支付价款1000万元 含交易费用 从上海政策交易所 购入乙公司 同日发行的 五年期公司债券 12500份 债券的票面价值 总是1250万元 票面年利率 4.72% 即每年利息 59万元 那这个59 怎么来的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面值 在这 1250万元 乘以 4.72% 这不就是59啊 这是啊 每年的应收利息啊 然后实际利率 10% 于年末支付 本年度利息 你看他的 票面利率 4.72% 而实际利息 实际利率 10% 说明什么 说明买我这个债券 我每年给你 4.72%的利息 你如果买别的债券 每年都拿到10%利息 说明买我这个债券 每年少赚钱了 所以我在卖着 这债券的时候 肯定会便宜点买 是不是 所以这叫 折价发行 那对于买方来说 就是折价购入了 所以你就发现 我花了1000万 买了面值多少债券啊 面值是1250万元 这是不是就少花钱了 然后本金呢 是到期时 一次性偿还 合同约定 该债券的发行方 在遇到特定情况时 可以将该债券赎回 且不需要 为提前赎回 支付额外款项 假公司在购买该债券时 预计发行方 不会提前赎回 假公司根据管理 业务模式 核心业生产特征 然后划分为 以贪运成本 进入资产 就是债券 投资 好了 还是第一步 先去分析它的贪运成本 那么 其中的贪运成本 就是我期初花的钱 1000万 这我实际花的钱吧 叫初始确认金额 或者叫 期初贪运成本 实际利息 是我的 初始确认金额 就是这个贪运成本 乘以 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 10% 所以1000乘以10% 就是实际利息 而我收到多少钱 就是现金额入多少钱 是不是就是我收回的利息了 而这个利息 是按照面值和票面利率来算的 那就是 1250 乘以 百分之四两千 59 是吧 每年利息都是59 我每年都能收到59的利息 相当于 我每年收回本金 收回了59 所以你看 每年这个都是59 这个不变 那么期末台湾成本多少 期末台湾成本 前面解释过了 就期术台湾成本 加上本期的利息 再减去收回的本金59 是不是 那就是1000 加100 减59 1041 这是第一年 那么第二年 台湾成本多少 期术台湾成本 就是上年年末台湾成本 1041 然后实际利息 是1041 乘百分之十 这边呢 我没有保留小数点啊 这是我们准则的 原则上来说 应该是保留两位小数点 但是呢 它只是为了解释啊 就是为了解释这个原理 所以呢 它没有保留任何小数点 都是四十五入了 那么应该是 1041乘以10 是104.1 是不是 点1的话 四十五入就没有了 变成104了 那么这个 现金流入 就是我收回的利息 还是59 那么期末台湾成本 还是一样的 七初台湾成本 加本期的利息 实际利息 然后再减去本期收回的本金 59 1086 那么同样道理 15年 16年 我就不再说了 到17年 最后一年了 我们这个期末台湾成本 变成零了 而这个实际利息 你还能不能 而是刚才来做了 不能了 你就不能用 19.1 再乘10了 因为前面刚才是看过了 四十五入之后 一定会有误差 我们需要把这个误差 在最后一年 直接解决掉 因为最后啊 我们要把所有的利息调整 全部摊销完 所以最后要保证 七末台湾成本 一定是零 所以这个数据 一定是倒计出来的 怎么倒计啊 方法和前面一样的 191 加上这个A 减去1309 等于零 1309怎么来的 因为最后一年年末 你既收回了本金 还收回了什么 收回了利息 利息是59 本金是1250 1250加59 不就是1309吗 对不对 所以191 加A 减1309 等于零 那么A1出来了 A等于118 那么这个118 其实就是把前面的误差 全部算在里面了 是不是倒计在里面了 好了 这个台湾成本 以及每期 实际利息 我们都算完了 然后再看分路 那么113年一位一日 购入一共资债券 借债权投资成本 1250 这是面值 一定要注意啊 面值 然后带洋通款 1000 是公允价值 是我实际支付的款项 有差额 倒挤入利息调整 而这个利息调整 因为是折价发行 折价购入 所以它是在贷方的 前面的例子 是溢价购入 是吧 所以利息调整 是在借方的 那么请问 后面 我在摊销 这个利息调整的时候 请问 那个分路的 里面的利调整 应该是在借方 还是在带方 我们既然要让它 慢慢的减少至零 就慢慢把它摊销完 那很明显上 它会减少 在带方250 我要让它减少 那不就在借方吗 所以后续摊销时 一定是和初始确认时 它的方向是相反的 前面这初始确认时 在带方 后续摊销时 它一定是在借方 明白了吧 那么七出谈面成本 或者占面余额 1250 减去250 就是一千 其实就是我实际支付款项 是不是 或者说 你看这个 成本民企科目 1250 利息调整民企科目 250 一个借方 一个借方 一个贷方 量着一条之后 是不是剩余就是一千 所以你会发现 在七出的台湾成本 是不是就是它的账面价值 那不合理减值的话 就是它的账面余额 对吧 13年年末 确认一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 以及收到这条利息 第一个方路 借营收利息 这个一定是面值 乘以票面利率 然后贷方 投资收益 这个数字是 七出台湾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七出台湾成本是一千 实际利率百分之十 这个一百怎么来的值得了吧 然后差额 倒挤入利息调整 41 你看 在借房吧 在借房 前面我们这边 在贷方的一共是250 说明在第一年年末 我贪销掉了41 收到利息了 既然营收到59 代营收利息59 那么请问 期末台湾成本是多少 期末台湾成本 是不是应该是 七出的 贪用成本 一千 然后加上 加上这个利息 实际利息 一百 再减去 收回的本情供利息 59 是不是就是一千 加41 等于1041 对吧 那你会发现 这个1041啊 我不是根据 贪于成本的 那个公式算出来的 然后你再看 看什么呢 那就看 债权投资的账面余额 那么在出事确认室 账面余额 这不就是借房1250 贷方250 账面余额就是 在借房一千 对不对 借房 1250 然后贷方是250 这时候余额在借房 一千 而这个一千 正好就是 期初的贪于成本 也是期初的账面价值 因为没有简直的话 账面价值 和这个账面余额 和贪于成本 这不都是一样的 然后到第一年节目 期初1250 然后贷方还有250 然后在这 是不是有个41啊 借房有41 有没有了 没有了 这时候债权投资的账户余额 是1250 加41 加250 是不是就是1041 你看是不是就是 1250件 2005再加41啊 加 这个一千 加41 是不是加这个 不就是这个吗 那你会发现 在第一年前末 它的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贪于成本一不一样 是一样的 所以从这两点 能推出来 我们对于 借房投资来说 它的账面价值 就是它的贪于成本 注意啊 仅仅针对于 这个 这个账面投资 我们以后还会讲 那个其他账面投资 那么它的账面价值 就不是它的贪于成本了 这就不一样了 那么第二年啊 还是一样的 借应收利息 59 然后投资收益 104 咱们来的我就不说了 然后又弹销了一个 45 收到利息了 既然一样投资59 但仅收利息59 那么欺账台平成本 1041 加45 1086 然后我们再看一眼 账户余额 14年年末 那么14年年初 或者13年年末的时候 我们有个借房 1041 是不是这个数字啊 1041对不对 然后再往后看 这边有一个借房的 45 余额 1086 是不是和这一模一样的 哎 又证明了 债贩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 就是贪于成本 或者是账面余额 没有简直的话 你说 你说这个账面价值是可以的 说账面余额也行 说贪于成本也可以啊 好了 这是第四年的分路 还是一样的 这是第四年 然后这个是 最后一年 那么最后一年的一方面 我还是要算利息 然后到几利息调整 然后收到利息了 是这个 那么最后呢 收到本金了 借阳从款 1250 贷面投资成本 1250 这是到期收回 而利息调整怎么没有了 你回头 你把这个利息调整 这个明西哥末 单独画一个细形账户 在期初时 是不是有个250啊 然后以后每年进行摊销 摊销的时候是在借房 期初的时候在贷房250 因为以后每年摊销 在借房有一数字 你用摊了五年 这五年的数字全加起来 一定是等于250的 所以最终呢 利息调整余额没有了 就剩一个成本面值 1250 所以最后收的就是1250 而收回来之后 期末 就是2017年期末 有没有台湾成本了 没有了 因为全收回来了 战盟价值没有了 战盟余额没有了 台湾成本也没有 所以就是零 这是这个题目啊 好了 这是关于 战盟投资的两个题目 一个是溢价 一个是折价 那么一定要把这个题目 看明白了 这种题目呢 你不能光听我讲 一定要自己亲手去做一做 找到里面的关系 这才可以啊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代表题 2019年1月1日 甲公司溢价购入 乙公司当日发行的 三年期到期 一次环本付极债券 甲公司根据 管理业务模式 和现金利用特征 将其作为债权投资 合算 并于每年末 集体利息 19年末 甲公司按照票面利益 确认应激利息 590万 利息调整的 贪要额10万 甲公司在2019年末 对该债券投资 应确认的利息收入性 有多少 首先确定啊 这是到期 一次环本付息的 那么期初在买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买多少钱 是不是 但是告诉我们了 期末即息的相关数据 那么期末即息 始分了怎么写的 如果是分期付息的 我们前面两个例子 是不是都是分期付息啊 那就借营收利息 在投资收益 差额到几例调整 而这个是到期一次 环本付息 所以你就不能用 应收利息了 应该用债权 投资 应激利息 应该是借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 然后代方 是什么 是投资收益 然后有差额 再到几入 利息调整就可以了 是不是 他告诉我们这些数据 那么按票面利率 确认的应激利息 590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 590 没问题吧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数字 就是按照票面利率 和面值 算出来的 是590 然后代头的收益呢 是我们的实际利息 是不是 实际利息 然后还有一个 利息调整 谈效额 10万 这个10万呢 在借房和在贷房 最终结果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个问题 等会再解释 等会我们再去分析啊 然后让我们算什么 让我们算的是 19年年末 应确认的利息收入金额 让我们算这个投资收益 就算他 那么如果这个利息调整 在借房的话 那么代投资收益 肯定就是590 加10 等于600了 是不是 那如果利息调整 是在贷房的 那么投资收益 应该是590 减10 580 所以到底是580 还是600 我们就得确定一下 这个利息调整 到底是在借房 还是贷房 那么怎么确定啊 我们前面说过了 利息调整 在初始确认时 和后续的 集体利息时 弹销时 它的方向 是相反的 那虽然题目里面 并没告诉我们 集体利息时 或者弹销 利息调整时 它都是在借房贷房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 初始确认时 利息调整 是在借房贷房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个字 叫 溢价购入 那如果是溢价购入 你想一想 利息调整 应该是在借房 还是贷房 你如果忘了啊 你就把分数写一写 溢价时 我就写这儿啊 借 成本 这个是面值 对吧 这个是面值 溢价值的时候 我实际花的钱 是要大于面值的 那么贷房 银行通款 既然是溢价 说明我这个数字 贷房数字 肯定是要大于借房数字 所以如果倒计利息调整的话 应该是在借房 所以如果是溢价购入 那么这个利息调整 是在借房的 所以后期贪消时利息调整 是在贷房的 看到了吧 利息调整10 应该是在贷房 那么这样的话 投资收益就定了吧 应该是509件诗 580 答案选择 这个题目呢 就考核 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利息调整的摊销 到底怎么摊的 期初确实是在借房 那么后期贷销 在贷房 然后溢价 勾入的时候 利息调整 它是在借房的 折价勾入的时候 它是在贷房的 当然你这个不用备 这个不用备 你忘了之后 你就把它写一写就可以了 反正借房 这番投资成本 一定是面具 但盐上通话 是有实际的花质钱 如果一价的话 那么肯定是 贷房大于借房 差额在借房 记得一调整 如果直接的话 贷房小于借房 那么利调整 就在贷房 是不是 就这样分析就可以了 好了 分路在这 刚才我们也写过了 那么这个 我们讲完了 三个金融资产 它的账务处理 那么其中 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还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比较简单 那么比较难的 就是债权投资 对比债益投资 其实你说的 它要真难 也不是特别难 反正套路 就是这个套路 不管它什么题目 就按这个套路来就可以了 它没什么变化 没什么变化 包括台湾商品的计算 包括实际利息计算 你把它公式 理解了 记住了 那么这种题目 非常非常简单 那么最后 我们再把 我们今天讲的 三种金融资产 我们把它的区别 再把它总结一下 这边投资 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还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对于交易费用的处理 除了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交易费用 记不到 投资收益的借房之外 那么债益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都记不到成本 然后后续计量模式 那么这是初始计量 初始计量是 它们都是一个公允价值 后续计量 对于债益投资 我们后续用 贪运成本计量 而就这两个 后续都是 公允价值的计量 它的公允价值 记不到什么 记不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而它的公允价值变动呢 记不到其他综合收益 那它有没有公允价值变动啊 没有 因为它不用公允价值计量 它用的是贪运成本计量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 公允价值变动这回事 那么另外就是 持有期间 被投资方 宣告方法鼓励 或者到了资产负债表日了 我自己算利息了 那都是记不到投资收益 不管哪一个啊 都是借应收股利 或应收利息 带的是投资收益 然后下一个 处置时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 那刚说过了 公允价值变动 这个是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个是记到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如果把这些金融资产给卖掉了 那么相对应的 公允价值变动这一部分 怎么处理啊 如果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做任何处理 因为他们都是损益 不用管他 对吧 如果是其他圈云负投资 那不好意思 处置时你要把前面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设计的 其他综合收益 再转入到留存收益 就这边注意区别啊 然后对于处置损益 就是处置的时候 这两个处置差额 我记不到投资收益 就是公允和账面差额 记得到投资收益 而对于其他圈云负投资 他的处置差额 公允价值差额 记不到留存收益 没问题了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啊 这三个 他们涉及投资收益 或者说对损益 对利润影响 是哪个是实相 那么对于债盘投资 他对损益影响 一个是持有期间的利息 一个是处置时 账面供允的差额 记得到投资收益了 而对于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他的影响实际上就比较多了 一个是 购入时 支付的交易费用 记得投资收益 解放了 还有就是持有期间的 利息和鼓励 还有持有期间 供允价值的变动损益 最后就是 处置时 账面供允差额 就投资收益了 那么对于其他圈云负投资 他对损益影响就一个 就是持有期间的 鼓励 没有别的了 那么像其他的 这些供允价值变动额的处理 是记不得留存收益了 处置时 账面供允差额 记不得留存收益了 所以对其他圈云负投资比较好记 就是一个持有期间的鼓励 我们记不得投资收益了 只有这个才影响利润了 别的都没影响 好了 这就是这几个简单的区别 那么把这个区别 一定要记住了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一讲讲的是 第六讲 是金融资产 那么这三个金融资产呢 我是按照难度顺序来排列的 所以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其他圈云负投资 比较简单的 一定要把题目 把例题做会了 然后对于这边投资 你先把我讲义里面 这两个题目做会 然后再去做别的题目 一定要理解并掌握 好了 各位训言 第六讲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